我每次跟我老婆吵架 她每次都说就是要结婚 咱们很简单 就这个女人你从此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看不见了 你觉得可以吗 好像还是有点难受的 那就别理了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每次吵架都这样说呢 是不是她这个根本不想要这个婚姻呢 她不想要这个婚姻还跟你吵什么呀 这直上 好好珍惜吧 听着头都疼 对不对 来你这么多宝妈 那房间里面她多了去了 如果女人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她还跟你吵啥呀 心都死了 如果女人确定要跟男人分手离婚的话 你别说九头牛 一千头都拉不回来 没有用 她心死了 对你已经失去任何的想法和耐心了 这这这这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啊 毋庸置疑 谁哪个女孩子说想离啊 都不想离 只是都是缺乏解决问题啊 这种能力 希望老公呢 多跳出来 给她扛扛刀啊 多多多分担一点 她又不好意思 或者说她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能够激励老公 所以导致了两个人的鸡同鸭脚 实际上呢 大家都是可以商量的 同学们 谈到我的人性六观客了 我的人性六观客 对婚姻 对爱人 讲解的拆解的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 就是十九块钟奶茶客 一杯奶茶的钱 就明明白白的 把婚姻关系和恋爱关系 从人性底层逻辑的角度 给你拆解出来 它是利益 它绝对不是情感 谁他们傻头谁傻 就这么简单 感谢观看